台瑞典國會協會歐伯利主席 瑞典歐洲議會會莫斯議員 瑞典國會呂謝霆副議長 各位訪團的貴賓 各位同仁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議員來到台灣 這次是歐伯利主席跟古力斯政策顧問 再一次訪問台灣 今天也很高興看見各位首次來台訪問的議員朋友 大家都是台灣的好朋友 藉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各位長期在瑞典國會跟歐洲議會關心台灣的各種議局 也積極促進雙邊的交流合作 像是各位瑞典國會議員在國會電場提出了許多質詢和動議 來增加台灣和瑞典的雙邊關係 也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這些行動都為台灣帶來溫暖 也讓台灣人民相當的感動 那麼這幾年來我們也感受到來自歐洲議會的大力支持 歐洲議會通過了許多支持台灣的決議 或者是建議報告 尤其是去年10月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台歐盟政治關系及合作的報告 對於台灣跟歐盟的雙邊關係以及未來的交流發展都有指標性的意義 所以在這裡我要向報告的起草人 魏莫斯議員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台灣和瑞典是零年相近的夥伴 也共享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那麼這幾年來台灣和瑞典在各項領域的交流都有顯著的進展 我們在氣候變遷、性別平等、婦女經濟父權以及對抗假訊息等領域都展開了更多的合作 我們也期待未來台灣和瑞典能簽署通航協定 展開直航班機 讓雙方在經貿和民間的合作交流上能夠更加的緊密 此時此刻面對威權主義持續擴張 國際民主陣線的夥伴 更要攜手合作 共同守護我們的生活方式 今年初我提出強化歐洲鏈結計畫 就是期待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 進一步的加深台灣跟歐盟的關係 一起打造具有韌性的民主同盟陣線 最後我要再次歡迎各位來訪 也再次感謝大家對台灣的支持 讓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持續深化台灣和瑞典、歐盟的合作交流 祝福各位訪團的貴賓 能夠在這一次的訪問中 能夠形成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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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